总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斯 国家统计局27号公布 今年1到8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按年跌2.1% 跌幅比较首期一个月扩大一个百分点 期内营业收入按年增长8.4% 国家统计局表示 随着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升幅回落 工业企业利润上下游结构明显改善 装备制造业利润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 电力行业利润持续回升 8月份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27个利润增速按月加快或降幅收窄 由降转增 占比超过60% 其中多数都是中下游行业 总体来看 工业企业效益现在呈现了恢复的态势 但是由于不确定因素较多 工业企业利润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 下一个阶段 要着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乌军持续在南部及东南部进行反攻 或强度地涅薄荷发起攻击 而乌冬地区战况依然激烈 消息指乌军正尝试从利曼的西北方向包围当地俄军 乌军成其防空部队27号早上 再次于尼古拉耶夫地区摧毁三架伊朗制的自杀式无人机 乌军还说 俄军在夜间两次向尼古拉耶夫市中心发射火箭 击中了包括住宅楼、商店和水管在内的一系列民用目标 火箭还落在当地一个公园 在草地上炸出一个大坑 乌方并指责俄军朝东部地涅薄罗彼得罗夫斯克发射了至少90枚炮弹 落在包括尼科波在内的三个城镇 多栋名宅、一间学校以及一个公园被击中 乌军继续在南部反攻 摧毁桥梁以及其他河流过境点 以破坏俄军的搏击线 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青蛾官员认为 乌军可能会试图强度地涅薄荷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所在地及埃尼尔戈达及其郊区发起进攻 并指乌军此前已经几次尝试登陆都遭到击退 乌方则指 俄军27号凌晨向扎波罗热市的基础设施发射了10枚S-300导弹 袭击引发火灾 导致一条电力线受损 两军也继续争夺顿巴斯地区 有军事智库指出 乌军正向利曼以北推进 试图从西北部包围俄军 不过有美媒报道说 乌军承认在争夺巴赫木特的战斗中 发现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威力不及预期 凤侯一世 综合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27号表示 必要是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梅德维杰夫说 俄方必要是有权使用核武器自卫 这不是序章声势 他在近期就俄乌战争多次发表鹰派立场声明 26号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俄方会严格按照俄罗斯在核威慑领域的政策基础 采取行动 此外他还表示 俄罗斯会采取一切措施 防止有敌意的邻国出现核武器 比如乌克兰 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这个说法到底是虚张声势 还是别无选择呢 在921普京总统讲话之后 RT的总编辑玛格丽达·西蒙尼扬 他就说了 未来一个星期 要么我们处于胜利前夕 要么处于核战争前夕 现在一个星期马上就到了 这段时间 拉夫罗夫外长和西蒙尼扬总编 异口同声地说 别无选择 而美国两位重要的高官 沙利文和布林肯 也异口同声地说 如果感动核武的话 那么对俄罗斯将是一场灾难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这两位美国佬的话一放出来 俄罗斯方面也转了点腔调 马上佩斯科夫 这个总统发言人 还有李阿布科夫副外长就回应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有核武器 我们说要有核武器了吗 你们其实是不了解我们使用核武器 我们使用法律规章和准则的 佩斯科夫还表示说 俄罗斯仍然愿意与乌克兰举行谈判 但是乌克兰现在完全脱离了谈判的轨道 他们的话多少有一些缓和的意思 而且据细这个沙利文 他就是直接与俄罗斯高官进行私下沟通的人 至于俄方是谁 目前还没搞清楚 再有就是过去的周日和周一两天 普京和卢卡申科 这老哥俩又在索契轻谈了两天 这应该是今年他们谈了 见了七八次了都已经 那么据说这次就是普京劝说 卢卡申科 你们应该马上就在我们公投后 承认那些占领区是我们俄罗斯的领土 而且说还承诺再给卢卡申科 一大笔美元的贷款 据说是50个亿 但是这个老卢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说贷款很好 我们其实很需要 但是承认公投结果呢 请你不要逼我 让我好好想想 至于是否谈到了 要在白俄也动员 征兵呢 这不清楚 如果这个话题 我想老卢更不会接受 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看到 说老卢说了一段话很精彩 他告诉这个普京说 他说这个 如果你是虚张声势 那么用核武来说一说呢 这是很好的 但你如果不是虚张声势的话呢 那用核武就自杀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传言了 可是这一点我很理解老卢 卢卡申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乌克兰遭遇核武 那等于白俄罗斯也遭遇核武 这个切尔诺贝利不就是这个例子吗 其实呢 俄罗斯不也是一样吗 最站着说话不要疼 那就是美国人 距离欧洲十万八千里 还不断地散火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梅德威吉傅又出来说话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唱白脸呢 还是他不遵守纪律就乱说话 那么我想起小梅当年做总统那几年呢 他和北约和这个美国的关系 他相当好 那个时候是不是做得有些过分了 所以呢 今天呢 小梅开口闭口 都是鹰派的口吻 是不是想为以前他对西方的那种软弱的表现 洗白自己 这个赠个赎罪吧 反正现在的局面就是 如果被美国看出虚张声势的话 那后果很严重 那如果不是虚张声势 真的用核武器的话呢 恐怕核武更严重 再说了 这个2月24号之前 美国就发出说 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莱 这个警告 还撤走美国大使馆 当时遭到俄罗斯的驳斥 还有伙伴的嘲笑 可上次说准了 这次美国会不会再次的乌鸦嘴说准呢 所以这还真是挺让人紧张 好 继续看这个乌克兰四个俄控地区 27号进行了公投的最后一天 23号到27号 乌克兰政府表明说 不会针对公投 征召及动员额外兵力 另外呢 这个俄罗斯就承认部分动员令 执行上出错 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关闭边境 俄罗斯政府日前发出部分动员令 召集30万名预备役军人 但有不符合资格的男子也被征召入伍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已知悉有动员令出错 国防部及地方政府正做出修正 此外 针对有俄罗斯议员提议 要关闭边境 禁止士林服役男子离境 同时在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佩斯科夫就称不知道有相关的消息 强调目前未有做出任何有关的决定 而动员令掀起的离境潮仍然持续 至今已有大批俄罗斯公民涌入邻境国家 有人表明不愿意返回俄罗斯 芬兰当局表示 在过去的周末 累计近1.7万名俄公民入境 较上个周末上升高达8成 有卫星图像显示 连日来都有离境车辆 在包括格鲁吉亚 蒙古 哈萨克斯坦等 与俄罗斯连接的边境口岸 大排长龙 乌克兰四个俄控地区 入俄公投27号结束 据报卢干斯克及顿捏茨克的投票率 已经超过8成 哈尔松及扎波罗热就超过6成 俄罗斯媒体早前报道 国家杜马最快本周可以表决 将乌克兰部分地区并入俄罗斯的法案 乌方连同西方国家都已表明 入俄公投不具法律效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前顾员斯诺登 获得了俄罗斯的公民身份 美国政府26号表示 这并不会改变斯诺登的美国公民身份 并且可能让斯诺登受到俄罗斯正招入伍 参与俄乌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签署总统令 授予外国人俄罗斯公民身份 其中之一就是2013年逃离美国 在俄罗斯寻求政治避难的斯诺登 美国国务院当天表示 成为俄罗斯公民 不会改变斯诺登的美国公民身份 只会增添他被俄军征召入伍的可能性 斯诺登于2013年被美国政府指控 未经授权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 以及盗窃政府财产 这三项指控每项最高可判处十年刑期 美国白宫当天以上未完成的形式指控为由 拒绝对事件发表评论 目前斯诺登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 生活在俄罗斯 他的家人也将获得俄罗斯国籍 斯诺登的律师透露 斯诺登过去没有在俄军中服役 因此他不属于被要求部分动员 上前线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员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我觉得现在公投和征兵 是克里姆林宫两大棘手的问题 先说这个公投 公投27号之后 然后再经过一些手续 应该就把这些就化为俄罗斯方面 单方面认为它的领土了 那么曾经有猜测说 这四个州是怎么 是不是变成四个俄罗斯的主体区呢 那么我得到的消息是 这四个地区 公投地区呢 将化为一个征 这个叫主体区 俄罗斯主体区 那么由这个罗格金领导 这罗格金是谁呢 他现在是俄罗斯航天集团的老总 他曾经在2011年的2018年当过副总理 他主要是管航天工业 为什么不知道他 为什么被人说他将来管这个地区 到这里就来做叫什么呢 叫州长 还是什么地区的这个区长 行政长官 我才不太清楚 但是呢 这里边呢 问题在哪呢 这里边有三大问题 一个是呢 你把它化为俄罗斯的领土之后啊 这个乌克兰方面肯定不会停止 进行攻击的 那不会有安宁的 那么第二呢 如果真的你守不住新的领土 那你用不用核武器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你不用的话嘛 你被人看穿了 用的话呢 这灾难不小 那么第三呢 就是现在公投赤后当地的民众啊 理论上他属于俄罗斯公民了 那个地方的男人呢 你符合这个争兵条件 你也要争兵啊 那么据说现在已经有些人在想 还有些说断臂的 还是都传言了 就是说不能当兵 那这里边出现 这些本来人是乌克兰的公民 当然他是俄罗斯族人 这就形成呢 这个反过来来打这个乌克兰了 而乌克兰方面呢 也比较棘手 这些人呢 那么一旦这个成为这个俄罗斯的公民 并且被征召到俄罗斯 那你就等于是乌克兰的军队 要和自己的同胞在打仗 这个据说乌克兰方面 也制定了一些规则 对于投敌 这个还是有惩罚的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政治家打仗啊 是百姓遭殃 历来如此 那么再说说这个征兵的问题 现在也是这个比较难弄 这个我们记得这个库列巴外长 上个星期 在这个联合公安理会 召开的外长会议上 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2月24号 你们入侵我们的国家 说俄罗斯啊 24小时之内 我们的乌克兰 人纷纷地从国外 回到国内参加抗战 可是你们宣布动员令之后 这24小时 你们看到出现的正好是相反的问题 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个比较难看 还有呢 现在由于空中和陆地 想外出者太多 那么就传言说 26号就是昨天 就会发布这个关闭边境 实行戒严 那么可能是为了这个安抚 这个民众吧 这个佩斯科夫昨天马上表示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决定 什么戒严安抚动员 说没有 但是呢 邻近国家就不一样了 好像我刚刚看到一个说 这个格鲁吉亚吃不消了 准备关闭国境线 而这个 哈萨克斯坦呢 好像比欢迎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内务部 昨天宣布 说21号到现在呢 已经有9.8万人 将近10万的俄罗斯人 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 而且哈萨克还发一些照片 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些电影院住 那么现在呢 还让当局有些不安呢 就是高加索地区啊 包括车臣 包括大吉斯坦 包括这个旁边有北奥塞地啊 还有卡巴尔达 巴尔卡共和国 这些本来是穆斯林的一些地区的自治共和国 那是19世纪沙皇征服的这些地区啊 那些地区呢 车臣有过搞独立的战争 历来是这个分离主义和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啊 很活跃的地方 现在但是征兵啊 这一天就猛出这个民众的这个话啊 告诉这些官员 说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官位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 说你的孩子要去 我倒想看 但我的孩子不想去啊 等等等等啊 那么说的这些话呢 还有人说 说我们是占领者 是我们俄罗斯去占领乌克兰了 他用占领者这个词 是不是想你们沙皇当初 这也占领我们高加索呢 这些地方如果由此发生动乱呢 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 现在请看 风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对于日本政府为前首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日本国内有超过半数民众表示反对 星期二当天 一万多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集会 安倍是二战之后第二位货办国葬的日本政客 七月初安倍遇刺之后 安庭政府一周之内就决定通过内阁决议来举办国葬 引发国内不满声浪 被指国葬号费超过16亿日元巨资 并不能代表民意 国葬当天 有超过一万五千名日本民众 来到国会议食堂门前抗议安倍国葬 有抗议者说 他们不满安倍执政时试图修宪增强军力的政策 也有人指 森友学员 赏英会等问题 安倍尚未澄清责任 在安倍国葬会场的东京武道馆周围 也有几百名民众在街上游行抗议 当局出动大量警察 不过现场并没有发生冲突 自民党和统一教会之间的关系 安倍国葬问题 种种非常令人棘手的内政问题 都重挫了岸田内阁的支持率 安田内阁即将成立一周年 现在很难说是在稳定执政 能否度过危机 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 富翁卫视 李淼 沈丁正盛 大司大戒来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正在日本出席安倍晋三国葬的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27号与韩国总理韩德珠举行会面 哈里斯在会面时表示 美韩联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 安全和繁荣的关键 美方认真对待 并将加强双边关系 韩德珠在会面后宣布 哈里斯将在29号 到韩朝非军事区访问 有白宫官员随即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且表示 哈里斯将视察非军事区部队 以彰显美方对韩方 坚定不移的国防承诺 哈里斯如果能够成行的话 将是美国自2019年 前总统特朗普在板门店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来 到访韩朝非军事区的最高级别官员 这次安倍前首相的国葬 本来可能想日本搞一个葬礼外交 但是他的七国集团的盟友 还有西方的国家 都没有最高层的领导人到 当然也有一些第二级别的领导人 叫哈里斯 而哈里斯到日本 他就是以参加国葬为名 他还想在日本 在韩国之间搞一些调和 特别是他还要到韩国去 要加强这段时间以来 尹熙悦政府和美国 是有一点之间的一些 微妙的小麻烦 像尹熙悦在美国 骂拜登被人家传出来了 那么同时不管是在高科技合作 或者是限制方面 那么都是美国定的一些 像半导体的这些规则 也会侵犯到韩国的利益 而韩国这两天 从尹熙悦到国防部长 到他们的军方人员都担心 一旦台海有事的话 这个驻韩美军要到台湾打仗 然后对韩国会带来什么 那么这次哈里斯 从日本到韩国 他准备到板门殿去 这板门殿去明显的 就是在给现在局势 已经很紧张的朝鲜半岛 加剧紧张的气氛 上一次2019年 那个时候特朗普玩了小花招 好像是要和文在寅和金正恩之间 要撮合南北朝鲜的和解 美国想从中再扮演一个 帮助朝鲜去核化的 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其实啥都没有 搞一些假的 一些花钱袖角的东西 其实被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当然了金正恩也没有受他的骗 回头照样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那么这次阿里斯去 那就和特朗普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这个北方怎样做回应呢 我们下周 不是 我们过两天就会有好戏看 好 说到美国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 日前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 进行例行巡逻时 发现了中俄舰艇群 当中包括中国的导弹驱入舰 海岸警卫队指在本月19号 海岸警卫队快艇在阿拉斯加 基斯卡岛 例行巡逻的时候 首先发现了一艘来自中国的导弹驱逐舰 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两艘中国海军舰艇和四艘 俄罗斯海军舰艇 包括一艘驱逐舰 全部的编队共七艘 一架C-130大力神飞机为海岸警卫队快艇提供了空中支援 海岸警卫队指虽然中俄编队按照国际规则和规范的运作 但是美方也会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围的利益不受干扰 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怎么这两天突然发出几张照片来 说最近看到中俄编队 我觉得它是在为一些政治舆论在造势 其实中俄编队是在9月15号 就是中俄两国元首在乌兹兵克斯坦 建卖的那天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的 说这个进行太平洋水域的第二次的联合巡逻 那么这次呢 海岸警卫队发布的照片 他也说是9月19号 并不是最近 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他现在在说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他是 或者是刚刚整理完 发布这样一个 或者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外交公式 当然就是宣扬这个中俄联手 威胁这个美日的安全 日本呢 这个上一次 从去年10月份 那就第一次中俄海军联合巡航的时候呢 日本就发布一消息 他都发得很快 那么美日呢 都在虚张声势 他是虚张中俄的声势 那么是为这个中俄的 对他们所谓的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环境呢 增加危险来这个造势 所以说看今天 这个美国的海外警部队发的一些照片呢 那应该说是旧文 现在拿出来呢 肯定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 这个宣传 还有为这个美日 或者是这个美韩之间呢 要增加紧密关系呢 来提供一些佐证 那么是不是也是配合哈里斯 访问日本韩国呢 也未可知 反正呢 彼此之间呢 它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好 最后 请您浏览世界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